大家好 我是彥倫 因為大家都謝謝冠軍哥跟蘇玉姐 我也要謝謝他們 除此之外我也要謝謝自己 就肯花時間來這裡學習 今天我蠻幸運的 我今天有玩了兩個不同的關卡 先講第一個 我就是玩第一關 因為我上次來過一次 因為上次沒有跳脫老鼠圈 所以這次也是在從第一關開始 剛開始雖然我的運氣真的蠻差 但是有一個機會來領 就是能夠以五塊的低價去購買股票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就是想說抓到機會了 然後就用盡我全身的財產去購買 然後身上剩沒多少錢 然後呢 沒想到就突然發生了一個事件 就是我馬上踩到失業 那這個時候我本身沒有房地產 我只有股票 那到最後就導致我直接變成破產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 剛開始很憤怒 但是後來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這個是在遊戲當中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真實人生的話 是沒有機會的 那從這個機會呢 我去學習到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機會來臨 但是你本身的位置 因為每個人的人生一定會有低潮 會有高潮 那如果你今天是處於低潮的時候 然後你遇到機會就失心瘋的這樣往下衝 那到最後可能一點點小小的狀況出現 你就也沒有辦法負荷 就像你開一間公司一樣 就算你生意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現金嘎不過來 抱歉 你的公司還是必須得倒閉 那也謝謝冠軍哥 讓我直接從第七關企業家再去銜接去挑戰 那因為我在挑戰企業家的時候 最後只剩下三十分鐘 那我的目標就必須非常明確 我必須選擇我要賺到三萬七去償還所有的貸款 還是賺到現金流去償還 那最後我是想說選擇賺到三萬七 那因為這樣相對是比較 剩下的時間來講是比較有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達成的 那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是抓緊機會 真的有可以進場的機會 我就去抓住 但是我又有風險控管 因為上一個教訓讓我學到很多 那所以這一次呢 雖然時間到最後我還是沒達成目標 但是我覺得 我該做的都做好 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如果時間再夠長一點 我相信我有機會去逃出這個老鼠圈 對 今天學習到非常多 非常感謝冠軍哥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謝謝大家